确实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以雷说现在就是要积极的故装 而今天侯友以雷到了桃园 除了跟党主席朱立伦合体拜庙 也跟桃园市长张善政一起观赛龙潭大使龙州赛 要拉拢这深蓝军系的支持 另外侯友以也特别安排到眷村参观 还同框桃园议长邱逸胜 而针对最近各地议长不少是挺郭派 对此邱逸胜也强调一定会团结整合 要全力支持侯友以 后一端午廉价拜票第二天行程来到桃园 合体党主席朱立伦桃园市长张善政 还争取地方蓝宜支持通框桃园议长邱逸胜 相信国民党所有的党员同志 最后会选择团结全力支持我们侯友以 拜会地方蓝宜选战行程 侯友也特别安排到县光厄村争取军系支持 不过这句话差点让大家都愣住了 这敏感的词汇自还是智 侯友是让台湾国语还是要讲清楚 侯友这回往深蓝靠拢积极抢救选情 毕竟党内小鸡立委陈玉珍已经喊出房专条款 呼吁党中央7月23号全代会设定侯友以15%的支持度 若未达到可以顺势整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是民主的政党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不要忘了大家要共同团结 最重要我们的势力是什么 我们是面对民众的问题能够提出解决的方式 要凝聚蓝营内部团结 后移行程牌的够紧凑 光是桃园一早上就有四个行程 拜票拉拢地方派系张胜政也半相随 从拜庙一路到龙潭大使端午龙周赛 我这边当然是尽全力把桃园市的市政做好 让大家对于国民党的执政有信心 桃园地方议员立委全抗拢 不过真正团结拼整和势必得争取 郭台铭韩国瑜支持 会议本来就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国民党团队的一份子 其实他常常学习各种保持联络 既然郭董事长都已经 不论是公开或者书面都已经表达了 我们就全力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会议选政行程马步停蹄 接下来还要到新竹彰化持续拉拢蓝营相挺 借程新一程 益祥 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